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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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為什麼這麼香? 我是說雞肉飯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 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就是十幾經理的炸熊肉 應該算是年尾的特別篇 為了取得熊肉我們要先搭飛機去日本 身為一個帥氣廚藝集聚一生的男子 我必須拍一下自己走路的樣子 第一站要先前往東京的何玉喬道具街 先把廚具買齊 道具街裡有超多齊全的廚具 而且同樣的東西比起台灣的價格便宜超級多 其中這家三木商店又是我最滿意的 買好後搭乘電車前往廚房 準備一塊肥瘦香煎的熊肉 特別是肥肉的部分氣味特別濃厚 想要品嘗肉類的風味絕不能錯過 接著取下一塊肥肉切碎 要先來做成醬汁 肥肉切碎後再把洋蔥切成丁 在鍋中倒入點油 放入熊油還有洋蔥翻炒均勻 再加入清酒五味子 攪拌一下讓味道釋放 最後加入一些醬油調色 煮到收汁 把醬汁過濾出來 把醬汁過濾出來 接著把熊肉切成絞肉 接著把熊肉切成絞肉 煮到炒均勻 轉移到鍋中 加入洋蔥末 Congratulations 五味子 戳柔均勻 准备两颗全蛋液 搅散开来 把压成团的熊脚肉裹上一层面粉 一层蛋液 一层面包粉 放进油锅里炸 炸到金黄酥脆后就完成啰 吃饭 这熊肉 这应该是我目前吃过保水性最佳的肉类 即便是切成绞肉还是依然多汁 我真的难以形容这熊肉的味道 口感很软嫩 风味独特而且骚味不大 也有可能是洋葱跟五味子的味道震住了骚味 但我觉得如果不怕牛猪羊肉味道的话 绝对敢吃熊肉 算起来熊肉确实挺好吃的 那最后我就给指导料理一个字 熊 因为是熊肉嘛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开铃铛 想看什么料理都开始下方留言 动画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投稿也可以去那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